賴副是不是有一樣 陳建仁院長留任格魁 陳建仁會續任格魁嗎 賴清德沒有多做回應 但新格魁人選傳出兩派聲音 不是要貫徹 賴清德意志 就是要降低朝野衝突 我不曉得賴清德是不是要找 類似像蘇貞昌那種鬥雞 我覺得面對現在新的 國會的新的結構 那真的是相當不適合 嘲笑也大 選格魁更是門藝術 現在傳出有三個人被點名 而最有可能擔任賴首任格魁 鄭力軍親平台基金會董事長 卓榮泰民進黨前主席 還有就是屏東縣前縣長潘孟安 都是考量的人選之一 第一個他很難做 第一個他必須要去調和 抵耐這些三黨不過半的 這個朝野問題 第三個他的壽命可能也不長 讓一個完全沒有任何經驗的學者 站在第一線 讓接受這些立委的質詢 我覺得問題會比較大 在第一線面對這些藍白 這兩個立法委員黨團的時候 有一個比較曾經在政治圈打滾 力量比較深 然後身段也比較能放軟的 520倒數未來內閣要調和頂難 又要處理政治性事物 賴清的恐怕正面臨抉擇難題 歡迎新聞周承輝 楊紫玉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留言 這裡 你說 更